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来日月发春辉 五股风登 时代智商为您准备丰盛大年宴 品味智慧饕餐 美轮美奂 带您轻松看艺术 体验完美生活 时代智商特别节目 为您一起富足和美过新年 您以石为天 精彩大年宴 他们以责任守护着节庆餐桌的美味与安全 刘总 听说您做盒饭做了八十多个亿 对 我想这个八十多个亿 也肯定是从一个亿 一千万一百万十万一万做起的 对吧 真的就是我看了一本书 那本书我记得特清楚 是台湾的麦当劳第一任总裁 叫拱起的金色拱门 美国的话 大家都吃汉堡嘛 后来我就想中国人呢 因为北方人还以馒头为主 当时我就想把它做成一个 就是类似于未来中国 麦当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品牌 馒头是中国的汉堡 你认为是 对 当时我们还跟河北省视频研究所 专门研究馒头的配方 确实好吃 你怎么卖馒头 还跟那个视频研究所来去关联上呢 我看那个麦当劳那个书的时候呢 其实麦当劳真正起来呢 是在一个叫桑那本的一个人手里起来的 桑那本呢 他呢就是特别注重汉堡的研究 他研究那个汉堡啊 就能肉饼挤成熟 面包夺厚 要适合美国人那个口情 就怎么咬着舒服 大家知道薯条原来就是直接就是 磨成粉以后 做成条以后直接就炸的 后来它冷冻 零下多少度 先冷冻 然后再炸 口感特别好 特别细 所以当时呢 我就想 馒头呢一定也是要适应中国来 就是一定说 能区别与别的家的 就是更营养 更健康 是吧 更好吃 大家要争相购买 我也不懂馒头 所以我就想 当时就和食品研究所的研究员 我们聘请他们 跟我们研究 后来他们就 也是就是用各 做各种对比吧 把这个 现在社会上啊 那个个体户 蒸的好吃的馒头 还有那个粮食局 家家会蒸的馒头 然后就对比 后来呢 他们就建议 就是说要用最好的教母 对人的身体健康 也好 再可以加一点糖 增加口感 这些还增加韧性 我们编制袋 当时都用的那种 就是食品专用的编制袋 你的形状什么的 有变化吗 有 后来做了好多动物造型的 小孩喜欢吃的 小个人的馒头 好多家长跟我讲 说小孩子 从小不喜欢吃馒头 说突然喜欢吃 千里喝的馒头了 是不是很多的民众 也是因为看到了 你这么精心的去做馒头 他才去选择 对吧 我记得特别清楚 有一次呢 就是就有一天 突然有这个顾客反映 说这个馒头今天有味道 就不一样的味道 当时我们就发现了 就是可能是 他们送面来的那一家 可能边上那个面 被淋了 可能讲 有点乎 有点乎 当时呢 我们做了一个 非常一个正确的一个决定 就是我们把当天的 就是两挂车面的馒头 通通都收回来 那一天 就是大家 就是没有馒头可买 就我们告诉顾客 就说 这里边有那么两袋面 出问题了 但是我们把这个 几百袋面的馒头 我们都收回来 都买到饲料厂去了 本来是一个影响我们 销售收入的一个情况 没想到就是异常的好 这是没有想到的 还有一次就是 过年当时的定量特别多 突然那个进度的面粉不够了 不够了 最后呢 我们怎么办 他就说 我们其他形状的面能代替 我们做了个小事 发现小事的效果不好 就没有那个形状的好 最后我们也是给顾客 给朋友们讲清楚 就放弃了 在做馒头的过程中 您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觉得真正 做馒头的过程中 奠定了我 对食品安排的 一个真正的理解 就确实真是民意实为天 对待顾客 要像自己家人一样 说我们这个东西卖出去 要想我们家人吃行不行 我们家人吃可以 我们才能卖给顾客 而且他店的食品业 真的是一个照样的行业 只要你做得好 只要说要你保持你的初心 这顾客太多了 一百多种主食的研发 数位兴棘后厨的配置 出入团餐行业的刘延云 以精细化管理安全体系 在团餐领域里一炮而红 四五年时间 就完成了全国布局 千吉克最早的基础管理系统 叫精细化管理系统 就是有三个标准 我会成的 第一个就是防疫弹 的食品安全 这个手册 再一个有食品安全条例 再一个就是千吉克 在一线莫头的经验 我把这三个 我们用了将近一年度的时间 把它搂合在一块 国家因为团餐也没有标准 后来团餐也 就是在支撑标准的时候 从前一个经济化管理系统 那边也解决了好多的内容 主要是哪些内容被寄件 主要是便案的防控 从源头开始 有签约的农厂了 厂家了 它整个的 它的生产的流程 我们要监控 到我们食堂以后 入库的检验 这个关口是非常严的 再一个 咱就以蔬菜为例 进到咱们餐厅以后 可能要浸泡 就是哪种蔬菜 要浸泡多长时间 因为一般的蔬菜里边 都有那么一点 农药残留 但你泡完了以后 基本就没问题了 剩下就是切配 在切配的过程中来讲 就是也要按 生熟熟要分开 严格的按照食品法的要求 生熟要分开 刀啊板的 对 成熟具 盆了框了 都要彻底分开 然后就烹制 烹制的话 看来一个是要 温度要够 一开始大锅 一锅都是一两百人吃 那时候你锅啊 杂料说你要加了不均匀 或者是时间不够的话 周边是熟的 细节有可能还温度不够 那均就啥不死 所以那时候来讲 要求 那时候是 更是要 要把时间要看准 再一个就是 这十五呢 有一个禁忌啊 就相克的食品 你不能在一块炒 整个这个流程吧 都是严格的来控制 我们是十七本手册 这也是保证千奇鹤 说今天做到一千多家店 分布三十一个省 我觉得还是 快速的成长 在一个根本园里 我哪怕是卖猪 应该讲跟其他人 一般来说 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呢 养猪的是不卖肉的 卖肉的是不养猪的 首先两个是隔离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比如说现在 无论是养猪的 无论是卖肉的 它都是趋向于 就养那种国外进口的 我们叫羊猪 快大型的收入型猪 就是五个月左右 就出栏了这种 所以我说 我做的事 刚好是跟整个社会主流 又是相反了 比如说我养的是中国 已经被羊猪淘汰掉的 有些猪品种比熊猫少多了 中国的地方品种 就是我们所说的土猪 基本上 我不能说灭绝吧 肯定已经到了三重危机的 因为它到了一定的种群 少了一定种群的时候 它们就已经有 不具有繁殖能力了 也就是这个种群 可能就作为一个生物 它就消失了 我们已经有很多品种 处在那么多状态 所以呢 被别人打到什么呢 就是说被羊猪打到了 那个已经没路可退了 基本上那么多状态 我们06070进来的时候 就管就只剩1%了 现在银占到2-30% 超市里面占50%了 我不能说拯救整个行业 最少是我又把中国人的 吃猪肉的传统的习惯给恢复过了 它的营养价值会是什么样子的 简单地说 就比如说蛋白质 它肯定是羊猪的高 但是微量元素 氨基酸它又是土猪的高 但是口感啊 香味啊 绝对是土猪的高 我觉得营养已经不是这个产品 价钱高不高的 那个关键的东西 就是产品的使用价值 我们呢 到了一种营养过剩时代 那我们就需要比较卫生的 安全的 口感要好的 要少的 现在需要这个精细化的东西了 对 当社会需求转向 自然 安全 口感好的时候 我们刚好做了那么一件事 陈生旗下的天地一号 自从2015年新三板正式挂牌以来 市值120多亿元 它凭借百亿身价 成为新三板新贵 而与之并列的杀猪老 北大毕业生等一系列标签 又会在他身上产生怎样的碰撞 时代智商正在讲述 那无论是销售鸡还是销售猪 你好像有一个招法 那就是说 先燃厂免费品尝 然后再去积累人气 慢慢推广 这种办法是很常见的 你怎么就能那么灵啊 我们的猪 我们的鸡呢 跟市场里面卖的 跟他们家里面吃的 那差距太大了 所以只要它给我进口 只要它是我的 它就会有脏汗感 或者说是 我终于吃到 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吃到的东西了 北大学子卖出北大的水平 怎么解释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的校长说的 他说你们每一个人 在每一个行业里面 是你做到这个行业里面的 数一数位或者前列 那就算是我们的北大水平 比如说我们的卖猪 我家三千多人 我这个队伍 这些师傅 这些营销人员 百分之七十四大学毕业 整个猪肉含荡里面 它就有点 合力情绪的那种感觉 猴龟花果逢盛世 鸡来日月 发春灰 五股风登 时代智商为您准备 丰盛大年宴 品味智慧饱贴 美轮美奂 带您轻松看艺术 体验完美生活 时代智商特别节目 为您一起 富足和美 过新年 我是非常容易满足的人 我认为我做的事情 人家能够认同 愿意 就是百分之两百的付出 我把我的 所有的经历的话 都用到了 寻找新的增长点 怎么来有客人 来留住客人 突然有一天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 一个就是一则消息 说西兰农学院 有一个教授 他练制出来的 一种水下的螺丝 跟当地的土螺丝 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是一种 就是吃青野之菜 或吃青草的 它对水下食物 是一种良性的 是对人体是没有害的 它相当于一种 绿色食品 他说如果说 能够作为一种 美食佳肴的话 这种是非常好的 您是刚刚研发出来的 是吧 对 我看了以后 我就找到了这个地方 我就把它的那个产品的话 拿来反复的试炼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人家不点的时候 我们就送个小饭给他吃 他认为好吃 下次他就会来点 还有育儿烧鸡 泡椒 童子鱼 家常的 就三道菜 起家 严祺用心雕琢的 这一道 辣子田螺 被评定为 中国名菜 陶然居的名气 也从这道菜开始 越叫 越响 重庆美食 风靡天下 可以在重庆餐饮界 站稳脚根 严祺相信 自己已经积攒了 足够的实力 开始把眼光 投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用什么办法能使我们这么多的加盟店 直营店等等的 你所挟的这么多店 它的标准是一致的 我们在外地的发展 我们主要保留我们自身的特色菜品 但是我们会融入当地的喜欢的菜 比如说我到天津来 天津人喜欢吃什么 我们肯定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 首先来是从采卖上 我们要统一配送 我们主要的原材料 我们就要从重庆配送 如果说你不让我从重庆配送 首先你不可能成为我的合作伙伴 你认同陶然居的品牌 你一定要认同我们的这套管理体系 我们食品安全的话 我们进处有台帐 索票索证 追根溯源这套追随系统 通过这种公司基地加农妇 这种订单农业方式 我们把我们的原妇材料的第一切件 电到了农民的源头 第一来保障了食品安全 从源头到餐桌这种无缝的对接 我们是跟当地的合作社签订的 食品安全责任书 如果说他们的那个农业超标 还有食品逮不到保障 我们不承担责任的 是由他们来给我们监管的 然后来把自己的照片挂出来 食品安全主体第一责任 我向社会示范一个信号 我所有的产品我都能够驾驭 都能够控制 我听说到现在为止 采购还是你来做 进入我们企业供货的 他首先要过我这一关 首先就是之前报告 还有我们要考察他的幸运度 我们对他的企业 还要进行实地的考察 我们都是跟大公司合作的 比如说我们的酒啊 粮油啊这些 我们都是跟中粮 小的企业来 我们主要是对这种大学生创业 比如说他们养的鸡牙鱼兔啊 这些我们可以收购的 因为我们有监管系统 整个这个流程上面的话 食品安全 我们是把它放到第一位的 严总这就是我们的泡菜基地 对这地方建成以后来 我们第一来就是满足了 我们自身企业的发展 第二来保证了食品源头到餐桌 无缝对接 这个产业链形成了 对产业链形成了 这个是红辣椒泡的 外面有层水 把里面跟外面给了 为了工具机器的 要多长时间它才能够 六个月时间 像这样的仓库有多少个呀 五个基地 这个里边的所有的东西的话 都是一种天然的 它没有加过任何防腐器 它有一种天然的那种香味 我们的豆瓣呢 它完全是这种传统的工艺来做的 下雨的话就把它盖上 出太阳的话就把它晾开 每天的话要翻一次 这个颜色一翻了以后就非常好看了 这个就是三年的程量 这个好吃一定是吃功夫的 做什么事都是一样 其实天津的文化是码头文化 河海二仙 渤海湾嘛 贴坡挠小人 其实我们作为骨子里的行业的餐饮人 同时我们是天津人 我们有责任 也有信心 更有这份义务 应该把这事承担起来 精彩 我不振兴 谁振兴 这个大气我不挑 谁来挑 其实我们就是一种性格的人 你觉得你做金菜 你最大的本权是什么 其实我最大的本权就是 对这个项目 金菜有一个执着的精神 你觉得你能做好 变成人的一种思维 不是说我现在有些队员 能做好金菜 是因为我有这种精神 会有很多想做这事的人 聚集在一起 是因为我想干金菜 才能把金菜干起来 当你跟有些天津人谈到做一个金菜品牌的时候 大家什么反应 金菜的项目的确定的时候 我们开了三次研讨会 请了各行各业的这些个大的像民宿学家 包括我们天津的服务大师 还有烹饪大师 专家学者聚在一起 有70%的人是反对的 因为天津没有一件合约能把天津做起来 70%的里面还有20% 对我做这个精菜典藏这几个字反对 就说太大了 就说你这个典藏就是知手 才叫典藏 说你有点少不惊事 作业要低调 干事要高调 当时我一起点就起点是最高 他们可能怀疑你的驾驭能力 每个人都在怀疑 包括我跟着我的队员可能都在怀疑 很多人说天津没有菜 就是天津没有天津的菜系 对我来说天津的菜太多了 因为乾隆下江南 带洗天津水西装 水西装的这种盐商 在全国调师傅 形成了天津的基础菜 证明天津的菜 是融合了全中国的菜的支手 又加上了天津的自己 地方的海鲜的本位 就是真正天津菜 当时我绝对是有信心 想把这事做起来 天津有个特点 要整桌吃饭 必须上整鱼 才是对客人那种尊敬 带林制作的鱼 在全国只有两种 南方有十鱼带林 到北方就是咱们这道菜了 蒸泵鲤鱼 那天津菜来说呢 蒸泵鲤鱼是代表做了 这是特中特的一道菜 它选用的这种鱼 必须在二斤八两 到三斤二两之间 这个是我们选择 这道菜的一个标准 对对对 这个鱼的特点呢 就是头羊尾巴翘 胶脂滋滋叫 入口的时候是 古苏林翠 这是它蒸泵鲤的最佳效果 你觉得对目前的金菜 典藏的金菜 你还满意吗 还得进一步挖掘 哪方面 还有很多菜不如人意 为什么呢 就是时代代变了 早年前的金菜 可能那个时代的人呢 说白了 我们上幼铺子买肉 这叫肥肉 现在呢 我们在做就不能 以那个原材料为标准了 可能是以现在人的 健康理念为标准 可口味不能丢了金菜的口味 其实创新这件事是无止境的 永远在路上 天津人就要做天津的事 2012年 有天津三角之称的 尔罗亚品牌 面临挂牌转让 珠宝君一举将其收入归下 虽然珠宝君为人低调 无视声张 但这样的大手笔 着实在当时的业界 引起一片轰动 这个曾经飞升国际的品牌 却在岁月里困住瓶颈 想要赋予他新的光彩 珠宝君必将奉上一场拍案惊奇 儿点儿这个品牌是 法源在1892年 一百多年前 这老板呢 以前就是推到小车卖杂构 老板叫刘湾村 跟一海的外甥张奎原俩干 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可能就省越来越好 也有钱了 就在北文万达姐买了一个铺面 恰恰的买这铺面的旁边呢 是个儿点儿糊涂 当时他们叫六级杂构铺 当那个时候买杂构呢 把六级杂构铺忘了 上哪买杂构去 儿点儿糊涂呢 就变成了儿点儿糊涂 我们小的时候 还有那个儿点儿糊涂 儿点儿糊涂有时去玩去 俩人都车子绳子冲着锅 太窄了 就跟一仙天一样 就是这么一个 大家伙记住那个糊涂 也记住这个店铺了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可能情节是更深 因为我小时就像成长起来的 后来我就说 不管出任何再多的代价 都把它拿下 我们收购儿点儿以后 已经两年的时间 把它从手工业 变成了机械化 像我们面的发酵 我们会跟商学院的 一些教授 都获得了科技奖 每一个杂构的重量 像以前手包 还有物差很大 可能有一百克 有八十克 有九十克 我们定向就九十克 现在上下不差一克 也非常精准 非常精准 而且那面儿多厚 馅儿多少 它也把它表上的 非常地标准 是这样 现在一天我们增长二十万克 我们只有在儿子园 这个产品 只上研发出 我们相关的 这个附属产品 不会说把别的产品 也够到儿子园 那只是我们作为 上人来说 可能是应力的一部分 不会对品牌 有助长的因素 我们还是为了品牌而战 为了拥育而战 先继承 然后发展 再洪扬光大 就于我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人呢 每一天都要干一件实事 我每一年都要干一件大事 可能我一辈子 干一件犹豫的事 就算终于出现了 而如果在我的 这种阴生的历史的舞台上 我把它驾驭 发展得更好 走向了世界 这是有价值的事 这是我隐身的贵宿 也是我最有价值的 这么一个体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